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练习题的部分 在这些范围内呢,我们讲过了形容词,讲过了副词 那现在我们要来运用一下,实际的运用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Look at those beautiful flowers 请注意了,这个地方beautiful 它是什么?它是形容词哦,不要忘记了 我们常常会用adj一点,代表形容词 或者有人就用一个a,代表形容词也可以 beautiful,很漂亮 beautiful flowers 这个地方后面为什么有个惊叹号 因为我们说look at,看啊看啊 那是叫人家看,一种惊叹 啊,看啊那些漂亮的花 look at those beautiful flowers 我们再往下 I'm afraid of getting into getting into a dark house 我很害怕进到暗的房子里头 dark 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修饰这个house house是名词 修饰名词当然要用形容词 I'm afraid of 害怕 I'm afraid of 这个of of 它是一个介细词哦 在这里顺便告诉同学 介细词后面 一定一定要放名词 如果这个get 它原本是动词,对不对 我们把它变成动名词的形态 这里顺便告诉同学 先预告 我们之后也会讲到介细词 I'm afraid of getting into a dark house 我很害怕进到暗的屋子 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练习题 Jack thinks learning English is boring 看到这个选项有boring,有bored 很多同学对这个会很困惑 我们来讲一下 bored 一定是人 人,然后用个B动词 bored,然后bored with 如果是boring 是指事情啦 什么事情,什么东西 甚至可能人 哦,这个人好无聊 That man is so boring 哦,那个人好无趣哦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这个地方 Jack thinks learning English is boring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事情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is boring 好,我们继续 Jack is 这个地方 我们用bored 为什么? 我们刚刚提示同学哦 人,他来感觉 对什么厌烦 感觉对什么有兴趣 感觉对什么是失望的 我们要用ed bored with 一定是人 一定是人来当主词 人对什么事情感到厌烦 Jack is bored with learning English 他对这个学习英文感到厌烦 好,我们看到这里 Your brother drives so fast 你哥哥或你弟弟开车开得好快哦 so fast 这个地方用fast 提醒同学 fast 没有ly的这样的字 好吗 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副词都加上ly 不一定哦 so fast 再来 This dress looks good on you 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很好看 looks good 这个地方的good 是一个副词 它是来修饰这个look 看起来好好看哦 好咯 dress 顺带一提哦 dress 指的是女生穿的连生洋装 再来 I don't feel very well I need a rest 请注意这里一定要用well 为什么 因为这个well 它要来修饰这个feel 感觉 I don't feel very well today I need a rest 我今天不舒服 我要休息一下 well very well 我们再看到这个 what is this it smells awful 请注意了 这个地方不可以用awfully 为什么 因为这个smell感官动词 smell后面感官动词 我们要用形容词 为什么 因为这个awful 它事实上是在讲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闻起来好 糟糕 就说好臭哦 好可怕哦 可能 像譬如我们举个例子 可能有些外国人 对于我们的一些东西 譬如皮蛋啦 臭豆腐啊 他们觉得很恐怖 他们可以说taste awful 甚至有些人 闻到我们有些什么菜 我们自己觉得好好吃哦 可是人家会说 it smells awful 这个awful 是形容词 请你注意 这个awful 是形容词 它要来修饰的是 这个it 什么东西是 很糟糕 那在这里因为用到的是smell 像这些感官动词后面 我们要用形容词 拜托不要忘记 好了 我们再继续 this cake tastes so sweet 这个蛋糕尝起来味道 好甜哦 好好吃哦 好咯 请注意了 很多人都以为taste 既然是吃起来 它是动词 我们就用副词 不对 因为这个taste 就像刚刚那个smell一样 是感官动词哦 我们后面要用形容词 这个sweet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来修饰这个cake 这个cake 它吃起来味道好好吃哦 sweet 我们可以讲甜 或者说很好吃 然后他说 can I have more? 可以再吃一点吗? 好 注意咯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要用sweet 再来 please speak slowly I can't follow you 说慢一点 我跟不上 既然跟不上 那就是什么? 我听不懂 please speak slowly slowly 它是一个副词 这一个副词 它要来修饰 这一个speak slowly slow 是它的形容词 OK please speak slowly 好 I can't follow you 所谓的follow 跟不上 跟不上 因为你讲的是那么快 所以我叫你讲慢一点 我跟不上你 意思说我听不懂 I don't understand 也可以说 I can't follow you 也可以说 I can't follow you I don't understand you 都可以哦 please speak slowly slowly 在这里是副词 那在这些练习题里头 我们需要同学 多去做练习 这些副词 形容词 该是什么用的 形容词 它是后面要放名词 如果后面没有名词的话 在句子里头 那是表达 是这样的状态 是什么 很怎样 好怎样 那要用逼动词 然后呢 这个副词 修饰形容词 副词也可以修饰 副词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那么副词 还可以修饰动词 drive fast 好吗 像work hard 那个副词hard 它来修饰动词 好了 这些是请同学 要多多练习 形容词跟副词 它的运用 我们讲到这里